我们的是No.2 没有人敢讲No.1 哈喽大家好我是曼曼 我现在在汤匆趴嘎这边干一件大事 但是那个大事要之后再告诉你 那来到这边 来到汤匆趴嘎有什么要必须要吃的呢 那肯定就是韩餐对不对 对 因为这边就是 就我们讲说这边是韩国料理一条家 这边有超级多那种韩国料理店非常出名 这个吗 每次来市中心都有一种大乡里进城的那种感觉 可能因为我们住的就是我们不常来市中心嘛 我们住的离市中心也稍微远一点点 我们两个大乡里 大乡里 大乡里 这边上去 这边都是一种的 都闭嘴 一边都闭嘴 最后一边都是一帮名 刚刚这个冷却非常明显 韩国小哥的感觉 我非常的感动 因为威哥是一个不喜欢吃这种 什么韩餐 日料他的感觉一般 他就喜欢吃那种 大排档啊 就哪里破哪里好吃 因为汤酒用扒嘎 其实是很多同事都有说过 就这里有很多好吃的韩餐 就包括这家店 这家店 Google Map上面评分4.5 然后有一千多个评价 就这家店还挺出名的 点吧点吧 原来这家店已经开了12年了 在竞争这么激烈的韩餐间 能开这么久 我瞬间就不担心 今天会踩雷了 这边的环境还是 蛮好的 这边是二楼 然后它一楼也有位置 这么吵 这么吵 一样的吗 你这样等它 那个36个才能的 这个镜头哦 对啊 对啊 这个应该当你多戴眼嘞 问遇到一个超能疗的阿姨 是什么感受 就我这么活泼开朗的小女孩 根本招架不住 插不上话呀 对啊 你要不要推荐一下 这家这家店 你这么能 这个会 我们有横花想要讲 啊我们的是 No.2 没有人敢讲No.1 而且重点是 我们的面是手工面 所以我们的面是比较Q弹 而且我们会不高级的 试一下试一下 所以啊 出来你们的效果 你们会觉得 你们冰品要你要你 OK Yay OK 谢谢 我讲不通不是海鲜吗 是海鲜汤面啊 我看到了 我们的刀法都是海鲜 那这是我们最新的答案 就是说 那我们去找去咬 那我们看海鲜的好快啦 那我们改良 那些感觉 你知道什么叫 冰至如灰 就是这种感觉 那我这种感觉你知道吗 那我就这样了 OK OK 那你会有希望的感觉 好 对啊 我会念念不忘暗地的 这边小吃都是免费的 也可以 吃完应该还是可以加的 哦 水 这个卫生还是做的OK的 都是包住 现在吃点小吃 我们真的很饿 这是土豆泥 不过里面还加了这些东西 好吃 哦 好像冰淇淋啊 加了鸡蛋 甜甜的 哦 好大一个 哦 谢谢 谢谢 我的海鲜 辣海鲜 汤饭 到了 就这样 大概可以选面 面呢就直接加在里面 然后这个我选了饭 它超级大 你看 就是一个饭 放上来 看一下这里面有什么 这么大一碗 鱿鱼 还有一些菇类 这是青口 哦还是蛮多的 还有很多洋葱啊 大葱啊 这种调味料 开吃 郑桃桃应该泡在里面吃 你说要是不是说的 不是吗 不是吧 你问问大默 不是吗 不是应该把它 泡在里面吃吗 我看 我看啊 电视剧里面 你说整个倒进去吗 我看电视剧里面 是这样倒进去 不想吃 尝一下 这个汤 它放了很多那个 就辅料嘛 就配料 像什么葱啊 洋葱啊 这种 所以它整个汤的味道是 很有层次 很丰富的 然后不要看它这么红啊 其实它辣度还好 还行 没有说很辣 而且就是你看它 这个汤好像是 那种很浓啊 浓得很像汁的那种 其实并没有 你进口才是比较像汤 就比较水的 没有说很浓 没有说要倒汁那种感觉 威哥的炸酱面 是这边 就是应该销量最好的 他写的一个best 刚刚安地讲哦 这个面是手工面啊 吃起来很有 就很好吃哦 很有嚼劲 这个就是 跟我们的炸酱面 就是跟我在北京吃到的那种 老北京炸酱面不太像 我觉得相比起来 它的甜口没有那么重 就是还是比较偏咸 然后微微的有点甜 我觉得我之前在北京吃的炸酱面 就是甜甜 对就咸甜口的 就是又咸又甜 尝一下我尝一下威哥的 这完全不是我想象中的味道耶 我以前是 我对这种干拌的面 我都没有什么兴趣 我不是很喜欢 我觉得太干了 而且我不爱吃面 但它首先这个面 确实很有嚼劲 不一样的感觉 不是那种死死的 我觉得那个咸甜的味道 是刚刚好的 我也不爱吃甜口的面 比我想象中好多了耶 哇比我想象中好多了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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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一口 不知道为什么 就我吃第一口的时候 它那个酱的味道啊 会有一点点像 方便面 稍微有一点点那种感觉 它在尝起来蛮好吃的 确实蛮好吃的 确实你刚才说会有点味道 它有一点那种 方便面的感觉 可能因为它是有油炸过 会有油炸香味 有点像方便面 就不像你平常自己在家煮的面 我来点了一份炸 炸鸩 就年糕 炒年糕 热狗 好诱人 我要先吃一份 这是芝士热狗 里面超多的起司 我要尝一下这个年糕 炸年糕 很经典的炒年糕的味道 那个酱就是 炒年糕其实最主要就是吃那个酱的味道 我做年糕是比较 炸鸩 这个炸鸩 这个炸鸩 主持人可以主持人年糕配吗 炭水到爆炸 这也可吃要喝啊 这也超好吃 他说我们点多了 这个吃不完你可以打包 你要外卖 我们有免费外卖 打包不如先打 了解 有一个可惜的点 其实我很想尝一下那个 辣鸡爪锅 但是这边好像没有 这家韩餐店对我来说 有一个很好的点是 一般来说韩餐会比较偏甜辣口 但是这家店的甜的比例呢 是控制的很好的 不至于说让你觉得很容易腻 我想的感觉就是 为什么我们现在才来吃 因为我们之前我们从来没有来过这边吃 我们之前 在家附近 吃过一个韩国料理 应该就是泡部队锅 我的天 真的完全一点都不好吃 然后他很快就倒闭了那家店 给观众朋友们来一口 吃饱了我们已经 真的吃不完这个要打包了 你也是很喜欢拍照 你是不害是你喜欢拍照 哎 sour 是我喜欢 你是习惯啊 每客人都喜欢 我我也是 也知道 себе饭了 你好吗 你是在家 不要在身上 我是 而且太宁了了 - 拜拜安迪,拜拜! - 买了果果,其实不能进过来耶! - 安迪也太有意思了! - 我们吃67块! - 韩国的,我还没吃过呢! - 韩国的,我还没吃过呢! - 这是彩色的,我要一个彩色的! - 那我要Mango的吗? - 免费的Ice Cream! - OK! - Go! - 哇哈! - Thank you,拜拜! - 怎么样,感觉? - 感觉pretty good - Pretty good,蛤? - 不愧是我选的! - 真棒! - 还是我们每一个棒呀! - 小猪! - 好,so cute! - 好像你! - 好啦,那今天这期视频就到这里啦! - 关注我,我们一起去探索更多新加坡好吃的好玩的! -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 - 拜拜! - 来到市中心,是绝对不可能空手回家的! - 才能买了一个,一点点就在腾腾趴在这边! - 太棒了! - 我好久没喝过了! - 这是我上红大学的时候最喜欢的台茶! -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别忘了给我点赞评论和订阅哦!